大家好,我是Stan 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 海埔子公司Platice旗下的新人男团TOS 因为成绩太好而引起争议的内容 最近这组新人男团的成绩更是上升 而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首先撇除复杂的专门用语 给大家快速整理一下TOS惊人成绩 在韩网再次引起争议的理由 首先新人男团TOS的出道曲 在XXXX排行获得一位 打断了IU《罗坡名子O》的PAK记录 在Apple Music也当上了一位 因为IU在韩网被称为是因缘流氓 只要一出新歌 就会在韩网所有因缘榜的所有数据 几乎都会拿下一位 只拿因缘来说的话 夸张一点点当进K-POP圈 几乎没有能在同样的条件下赢过IU 不管是在粉丝圈还是路人圈 IU的歌就是很受欢迎 所以一个新人男团的歌曲 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在音源榜上超越了IU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感到不可思议 然后在韩国有个叫JibonKick的饭圈用语 字面翻译的话是T天花版 它是指在音源榜因为用户数量过多 以至于无法显示数据的情况 比如每位用户算一分 如果有100人听了就是满分100分 但如果超过100人听了 就表示超出了积分范围 而最近三年只有三首男爱豆歌曲 创下了JibonKick的记录 BIGBANG 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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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Winner 公会 Icon 处样 着凶 Wonder 1 エナジェティ TOS 千万多年 结果都得到 以下是最近一个礼拜有关TOS的新闻标题 以音源第一名 压倒IU TOS出道23天内即获得音乐节目第一名 说男团他们自己的世界已经是过去时了 那些瞄准成为男版女精死的男团 与现有男团的质感不同 专家分析TOS人气的秘诀 能超越女精死吗 新世界免税店携手男团TOS 网友们表示 吵话题为什么一直要带出其他歌手们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很奇怪的是 都达到了那种程度却一点都感受不到 在女精死出道时 只要打开电视 无论是综艺节目的背景音乐还是哪里 即使是路人也能立刻感觉到 有一个大热的新人IDOL团体出现了 一点都不夸张 如果能在音源上赢过IU的话 应该男女老少路人们都会疯狂听 30到40岁的人也都应该知道他们是谁 出道近几天就在音源榜上超越了IU 在凌晨时间超越音乐的男团出现了 身为韩国人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吧 这几乎可以确定是第二个BTS了 以这样的音源成绩来看 年底的大展肯定能留下他们的名字了 被质疑买榜的歌曲中有不好听的吗 因为买榜争议有收到处罚的情况吗 歌曲排名第一 听的人自然会增加 自然也会有人喜欢 这次世界让我感受到 通过用钱买榜提高排名 然后不断在TikTok IG和YouTube秀词上播放 这首歌就会成为大众的选择 歌曲好甜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货行 现在看来中小经纪公司的奇迹 似乎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通过提前拉动专辑销售量 创造首周销量记录 通过买榜来操作音源排行 然后凭借这些成绩在年底颁奖典礼上获奖 进一步提升大众知名度 吸引更多粉丝 反而买榜之一让铁粉群更加巩固 这似乎预示着娱乐行业的末日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每天都能在热搜上看到 感觉大家都在希望他们是买榜 这种情况反而让原本没有的好感度 不知不觉中产生了 什么买榜所以才有反应 在上热搜之前 Apple Music和YouTube Music上就已经有反应了 排名也一直在稳步上升 难道也要说Apple和YouTube也是买榜吗 看起来真的有很多人非常不喜欢他们的崛起 事实上许多路人在IG律师上使用他们的歌曲 这显然是真正收到了路人们的喜爱 反而在这里批评的人 应该是在刻意无视他们的人气吧 对于新人男团Tours的人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与吸血鬼秦歌夫妇进行诉讼的Pak Suong 在一审胜诉了 2月14号 首尔西部法院判了Pak Suong秦歌两年的有期徒刑 而散播Pak Suong谣言被质疑是公犯的嫂子 却被判无罪了 法院表示 媒体对Pak Suong的收益结算 未能正确进行的疑虑 应该更适合在民事诉讼中 而非刑事诉讼中进行细致处理 此外对于有关嫂子李某作为公犯的指控 目前似乎缺乏充分的客观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意味着Pak Suong完全败诉了 虽然觉得亲兄弟被判两年也觉得亲了 但既然是亲人就算了 但是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首子会被判无罪 他还恶意造谣欺负人 在这里是无法处理的吗 真的很讨厌 当某些事物因为家庭关系而被托付或委托时 从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 情况可能会显得有些模糊 但是在刑事案件中被认定为有罪 则在后续的民事诉讼就能彻底的收拾他 不过如果相关资金已经被全部用光 应该会很难回收的 庞颂方已表示 将会与让自己和父母断绝关系的凶手继续进行诉讼 当某些事物的凶手继续进行诉讼 当某些事物的凶手继续进行诉讼 当某些事物的凶手继续进行诉讼